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的次康教条,其人想要来看看Animus指南的资料 只是单纯念实在有点小小无聊 所以我帮大家整理整理 包含很多前作中的资讯 一起把Animus介绍介绍吧 注意,这里面有很多前作、漫画、小说的剧透 如果还没看而且打算想要去看 不想被剧透的话,建议先跳过这集 那我们准备开始 3、2、1 二战开始时,纳粹德国开启了一个核武研究计划 右工程 右工程计划分为制造核反应炉 制造肉跟重水 还有制造肉和分裂这三个部分 其中制造重水的设施 就在挪威冰冷的山上 这个设施除了表面上研究原子弹的目的之外 背后还有隐藏着圣殿骑士 更大的企图 在与纳粹党外军合作的圣殿骑士 杰罗·克莱默的领导下 尼古拉·特斯拉 开始研究可以让人观看自己祖先 记忆的机器 没错,就是那个历史上有名的科学家 特斯拉 圣殿骑士企图透过挖掘绑架来刺客身上的祖先记忆 寻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伊甸碎片 早些时候,在一战发生前40年 年轻的特斯拉为了逃避兵役 跑到了格拉·加克市附近的托米亚荒野 在这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颗伊甸苹果 往后的日子里 他便从这颗苹果中获得了许多先行者的知识 并且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网络 将讯息跟电力传到视觉各地 然而托马斯·埃迪生认为 这样的理念会阻碍他和圣殿骑士的目的 因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 向大众证明特斯拉的发明是危险的 透过毁谤,让大众反对特斯拉 也说服他的同事圣殿骑士JP摩根 停止对特斯拉的资助 受到打压的特斯拉就这样消失在世人面前 他手上的金苹果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直到1908年 刺客组织透过信件联系上特斯拉 希望透过他强大的电力 摧毁上电骑士在通古斯的设施 这个设施中放有特斯拉线圈的防制品 和一把伊甸全杖 刺客尼古拉,也就是我们刺客教条编年史的主角 带着两名手下,企图在设施遭到破坏之前 奪回伊甸全杖 然而他们失败了 在美国的特斯拉准备好发动攻击时 刺客尔没能来得及带着全杖离开 两名刺客跟设施还有宿舍内所有的东西 都被特斯拉引发的爆炸,炸个粉碎 全杖只剩下一小块碎片 唯一幸存下来的只有尼古拉一人而已 虽然如此,能够摧毁伊甸全杖 对刺客来说也算是胜利了 此次事件后特斯拉并没有翻身 失去金苹果,加上圣殿骑士不断打压 特斯拉的名气逐渐下降 跨时代的发明让他被视为疯子 最终他在1943年1月二死于纽约 这是官方的说法 其实特斯拉被圣殿骑士 杰罗·克莱默绑架到挪威的设施中 进行各种武器的研发 年老特斯拉并没有忘记圣殿骑士对他做过什么 他假装配合 实际上则是在找机会阻止圣殿骑士 在这段期间 特斯拉开发出了Diglog 这个Animus的原型机 让使用者能够通过机器的窗口看到过去 于是圣殿骑士钻来了刺客 艾迪高姆 打算让他成为第一个实验品 可是特斯拉在机器上动了手脚 所以敌器启动时就爆炸了 非常刚好 这时候前来救人的摩利亚·达斯特 趁着英国突袭队攻击设施时 成功救出了高姆 特斯拉告诉他 在波兰的城堡中 趁电骑士成立的公司Obstago 建造了另外一个Diglog 同天7月刺客鲍里斯帕什 带着10多名刺客进攻城堡 刺下了克莱默 夺回苹果 并释放科学家 高姆和达斯特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他们在这与特斯拉重逢 没想到特斯拉告诉他们 带领这次行动的帕什 偷偷跟圣殿骑士合租了一项彩虹计划 也就是费城计划 两个人去找帕什要求他解释 过程中打了起来 高姆遭到刺杀 达斯特自包自欺的企图用手榴弹摧毁苹果 炸死了自己 苹果却安然无恙 帕什向大家宣布高姆已经不是他们的人后 直接离去 任由高姆在那流血之死 高姆幸运的存活下来了 但他怨恨这一切 达斯特的死让他的情绪十分不稳定 他在《彩虹计划》 启动戴克克的前一刻 潜入特斯拉的房间 将这位唯一知道怎么正确操作 戴克克的科学家杀害 最后自杀 计划也就宣告失败 《彩虹计划》是做什么的 这里就先不谈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刺客教条陰谋》 这本漫画来看 回溯过去探索历史之所以一颗星 是靠着DNA中大量的基因记忆 也能够提升使用者自身的能力 发现DNA的起源来自于 菲利普辛·菲希赫 他在1795年首次进行书写 但他认为这项技术太过先进 还不能够被当时的人所接受 所以他拜托他的好友 将论文偷偷藏了起来 直到后来 鲍林研究《费城图书公司》的秘密观察 这些论文才重见天日 透过这些论文 鲍林进一步找到了 双骨跟三骨螺旋DNA的模型 1952年知道这件事情的obstacle 雇用了科林顿·卢森堡博士 开始进行后续的研究 这项回溯过去的计划 在华伦·维迪克博士的带领下重启 就这样30年过去了 中间虽然有出现过 G1G S2000这种构想 但终究停留在草图阶段 并没有成型 直到1980年 华伦·维迪克博士才终于成功 研究出了Elimus和他所搭载的软体 前期的Elimus非常的不稳定 成功从1号实验体身上提取了艾弗林的记忆之后 便引发1号实验体癫痫而死 经过三年的改进 维迪克开发出了更稳定的Elimus 开始探索4号实验体 招给一位在俄罗斯普罗特维镇工作的刺客科学家 并成功研发出了Elimus 然而研究所刺客并不知道出血效应带来的影响 大家轮流适用的结果 除了加琳娜之外 所有人都失去理智 变成疯狂的杀手 这里也就跟外界断了联系 Elimus在华伦维迪克博士不断感情下 2002年推出了Elimus 1.28版 也就是我们在初代游戏中看到戴斯蒙使用的那台 这台Elimus已经能够控制出血效应的发生 但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虽然容易有过热问题 这台机器仍被Obsergo开始量产 大量投入在费城与罗马的设施 用于Enemy计划训练傭兵 这个版本推出了Elimus 没有在取得任何技术上的更新 只有改变外观 就这样子用了十年之久 Elimus 2.0则是出自于刺客之手 雷贝卡从露西娜拿到了几张Elimus的概念图 研发并改进 他自己谈论的时候说 这宝贝比Obsergo的任何一台都还要酷上两倍 2.0新增了读取古代世界的特效 建筑物会慢慢建构起来 也增加了乘坐的舒适度 连接的方式改用手臂上的扭管 使用者不需要再死绊绊的躺着 2.0也增加了互动功能 让历史学家肖恩 可以上传一些有趣的历史人物与地点 给体验中的戴斯蒙 然而这台机器终究没有办法阻止 长时间使用造成的出血效应 最后戴斯蒙陷入昏迷 这台机器成为他最后的维生装置 Elimus 3.0在戴斯蒙昏迷的过程中完成 3.0的更新幅度并不大 最重要的是可以允许使用者 在头跟手未接触机器的情况下运作 这个设计让Elimus的体积可以大幅缩小 在戴斯蒙醒来后 刺客三人带着容易攜带的Elimus 3.0版 进入大神殿架在地上使用 只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舒适了 2012年底 Obstacle这边终于在Elimus技术上获得重大的突破 透过与DDS技术的结合 开发出Elimus Omega版 Obstacle底下的娱乐部门 将这些历史篡改之后 做成游戏发售给大众 透过头戴显示的游戏机 偷偷悔传使用者的基因记忆 隔年Obstacle开始利用这样的技术 分析死掉的DDSM的基因记忆 表面上是在制作新游戏 实际上是在收集第一文明 和异点碎片有关的讯息 然而这样的技术 让Elimus Omega变得容易被入侵 2013年底 一位任职于蒙特利尔的IT部门 我们负责人 约翰·斯坦迪斯 指使了一位分析员 也就是我们黑旗 现代线的主角 趁着休息和报告的空档 派入了多台Elimus 并将这些隐藏资讯 传送给刺客 方便性跟安全性 人们终究会选择方便 Obstacle也不例外 就算有被入侵的风险 Obstacle还是继续开发出云端预算版本的Helix 让玩家可以不用购买复杂的双倍 也能够进行历史体验 虽然这项功能仅仅是Elimus技术的一小部分 但也成功让体验历史这件事情封密全球 进而让Obstacle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数据与资金 刺客同时也透过Helix系统 在Obstacle的眼皮底下招募新成人 直到2016年 Obstacle的索菲亚·李金 也就是艾伦·李金的女儿 成功找到了对应出现效应的方式 这种新型的Elimus 4.3版 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设计方式 改用机械手臂与外骨骼配合 直接让使用者同步体验祖先的动作 这样的方式能让使用者直接感受到发生的事情 取代直接将讯号送到脑中 交除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和使用者的不适感 但这种Elimus因为非常复杂 而且需要很大的空间来使用 没有办法独自一个人操作 需要有很多人在旁边辅助才能够进行 最后就是来到2017年的现在 Obstacle成功开发出了 系带型的Elimus HR8 这种Elimus一个人就能够使用 收纳起来只有一个行李箱的大小 目前还在试用阶段 由我们现在的主角 雷娜哈桑带到埃及附近 正探索着巴雅克的记忆 这种新型的Elimus 采用红血球传递讯息 让大脑自信解读 跟Elimus 4.3一样的原理 可以减少使用者的不适 大幅提高安全性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Elimus的介绍 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帮忙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